就是那个刚刚讲的部分 也就是说呢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那个 就是录制聚集啊 可是录制聚集一个缺点就是说 它的程式非常的冗长 但是也可以达到 我们要的效果只是说如果 可以的话呢我们可以把那个 程式写的更精简当然是更 好了OK没有人希望说 程式写了一大堆之后 完全都看不懂而且知心的话 也比较容易出错所以呢 要怎么样可以达到我们 自己撰写VBA的 这个目标然后呢我们 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撰写第一步 的话当然我们可以拆成几个步骤 第一个的话就是输出公式 第二个就筛选 第三个就把结果给复制 过来OK所以我们可以 拆成三个部分来完成 那第一步的话呢我们先怎么样 先先撰写一个sub 名称叫黑名单筛选后面 加VBA好了然后把后面 假设了你就输入到这样sub 黑名单筛选然后VBA enter他就自动产生一个我们 要的一个范围那我们有三个步骤 要做了所以三个步骤的话分别 就我刚刚讲的三个步骤 那我们也许就是把那个步骤 当然如果你以后啊撰写程式你 假如不知道做什么的话 其实你可以先把这个中文的注解 先打上去然后有点像填空题 OK我们三个步骤了这样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写程式就这样 就是先把需求先打上去 然后就开始写程式 OK 其实像这些事情真的不是只是工作上可以用 像昨天我有个同学就问我说他 他那个耶诞节他想要玩那个什么 耶诞节的那个冰果冰果的游游游游戏 5乘5的那个嘛 然后他是说他希望把他变化本来是1到25的数字 他希望把他变成1到25的文字 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想那个25个名词 跟耶诞节有关的 比如说耶诞树 耶诞老公公 他什么 什么雪人之类的 反正就想25个 然后他就说呢 他的需求是这样 他需求是希望能够在这个5乘5的 这个里面范围 5乘5 这个范围里面 比如说这个5个 他希望怎么样 他希望可以快速的让他把那个25个资料全部呢 都把它放在这个方块里面 有没有 假设像5乘5嘛 这个范围 那他 第一个想到说 如果用自己乱数决定的话 很花时间 他希望写个程式 第一个就是你有25个清单 第二个的话 要把25个乱数在这个25个格子里面排列哦 那每乱数跑一次 就乱数得到一个结果 哎 那他想说 这要怎么做啊 ok 以前的话 如果用人工来做 这要乱数自己乱排 他好像又不精确 他们他们家里总共6个成员 所以他希望六组这种乱排之后的结果 并且把列印出去变pdf档 他就想说怎么做 后来他问我 结果我就花一点时间 我大概花了五分钟 就把程式想出来了 然后就把结果丢给他 他觉得 太奇妙了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蛮有成就感的 ok 待会可以秀给各位看 其实真的不困难 那其实就是乱数 自己把东西放进去 哎 就其实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啦 那当然这些基础 就是把程式写好 你以后就具备这样能力了 很多事情就可以 拿来这样做啦 甚至我们下一个礼拜 会讲的有个乐透彩的范例 那乐透彩的范例 其实哦 也可以算出那个 到底哪一个中奖的号码 几率最高 甚至你可以抓网路上的大乐透啊 威力彩的历史资料 网路上都有 你也可以去统计分析一下 哪个号码最高 ok 然后呢 像我们下礼拜上的课 其实我已经上很多轮了 然后网路上有放YouTube影片 其实我重点是教大家去算 那个几率部分 排名哪个号码几率最高 结果最近就收到一些来信 来信什么 老师你可不可以教我算 那个计算 那个统计那个号码 哪些号码的公式 因为他还说最近有什么 bingo bingo 他说他想要把这个算几率啊 放在那个算bingo bingo上面 他说老师你可不可以额外花时间 教我可以 我可以愿意付费给你 你可不可以来教我之类的 那我就想说 他好像搞错重点了 我不是 我主要是教他 教的东西跟他要的东西是两个 不过可能也是对他来说有帮助到吧 因为他们很多人每天都在想要发财吧 每天就想要算号码 我看他很认真耶 做好多功课 但是他就是不会用以色尔来算 如果可以的话 你把那个加进来 是不是可以 真的 是不是哪一天突然可以算出来 然后他就可以成为富翁了 OK 像你们家里不知道有没有那种长辈 很喜欢算名牌 每天就拿着一堆号码在那边看看 有这种吗 有吗 身边有没有 没有 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有个长辈 我看他每天 手上都一定拿着一堆的号码 在那边算名牌 然后每天都会去签 签的话有签有多 有签有少 但好像就变成他的兴趣吧 所以人家说什么 什么小赌遗情 大赌什么 有没有 有一句谚语 不重要 OK 所以这刚刚提到的这个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陈氏该会不会撰写 第一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的话 我们要输出公式 特别注意 输出公式 我们要输出公式 前面有写过 那首先我先切到这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里面已经有公式了 那实际上我先把筛选先取消 那主要我希望把这些公式放到这个范围里面来 OK 那怎么把这个公式放到这个范围 首先的话还记得把我们打一个for i 有没有这个公式for i等于第二列 所以应该还记得那个打的方法 那你们期末考试 可能就是要自己打 我会给你们空白的东西 你自己把这东西建好 然后把程式打上去 for i等于第二列到第几列呢 到这个的最下面列 当然底下我是到1000啦 可是如果你不要用那个1000要用追踪的话 还记得把range 哪一个储存格呢 我从A1好了 A1或A2都可以 点endend 向下追踪的话呢 就是xldown 追踪到叫ctrl向下 的列哪一列 告诉我哪一列 enter两下打一个nest 那范围就确定之后的话 帮我把公式丢到储存格里面的di列 哪一栏呢 帮我丢到它的b栏 因为查询名单的b栏 在这里 放这里哦 OK 所以这边输入b 然后呢 等于什么 那个公式 那公式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 先给两个双以后 离开一下 然后再来就怎么样 把这个双以后里面呢 从这个公式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OK 应该有印象吧 那复制的方法就是 游标再放在这个 这个位上 然后把这边上面资料 编辑列的公式怎么样 选起来复制 记得按取消 如果你没有取消切不过去 再切到visual basic 这边来 把它贴上 当然呢 这个地方还需要改个地方 A2的话要跟着I变 所以呢 把这个地方2的地方选起来 双以后两个移到中间 and两个再移到中间 加个I就可以了 然后前后呢 把and前后控开来 因为这个and前后一定要是空白的 OK 好 那我们就完成了 所以这一步的话 我如果把它输出 我这个先把它删掉 那我们试试看 这要不OK 好 执行 你有没有发现这样都OK的 全部呢 就等于是把 conif呢 全部输出了 但是问题来了 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将来我执行的位置 并不是在这个工作表 而是在这个工作表 有没有 我将来按钮在这里 所以我如果将来按钮按在这里的话 假设在这里 你会发现 如果我现在执行的话怎么样 他会变成在这个工作表 这边出现 有没有 所以如果一执行 一定会坏掉 这边变到这里 有没有 那答案不对 因为我要放在那边 不是放这边 所以记得要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跟他讲说 我的那个 这个工作表 会是在前面这边 那叙述方法 特别重要 只要你看到你公式里面 有range跟sales 那前面记得 一定要指定 跟他讲说 这个range A1 指的是在这个工作表 里面的range A1 并不是在这个工作表 里面的range A1 所以这边的话 要跟他讲说 在前一个工作表 哪一个工作表 去此 前刮壶 那名称告诉他一下 名称的话 我现在 有没有 双引号后刮壶点 然后名称的话 再查询名单 你就把那个查询名单 这几个字 打上去 记得不要打错 好 这样的话 就知道说 是在哪一个工作表 然后在前一个工作表 的向下 OK 向下追踪 那这个sales也是一样 我要丢公式的话 记得不是丢到 现在我这个工作表 的这个什么呢 B 这个B栏的第几列 而是放在前面这个 所以也是一样 你可以拿上面这个复制 查询 sales查询名单点 把它复制 贴的话 记得贴到sales sales的前面 意思说呢 在这个工作表 的 这个储存格里面 OK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跨工 这个等于是跨了工作表 那如果你有写 这样子的话 假设将来 我们执行的 并不是在 这个工作表 而是在这个工作表 的话 那应该就不会有错误 我们来试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我先把它切过来 把这边先删除掉了 Delete掉 OK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结果 OK 直接执行 你会发现 他不会有任何错误 讯息 但是我如果把它切过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就有了 而且A2 A3 A4 A5 这应该就没问题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只是说 会比较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你等于是说 因为他是在那个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现在切到这边 你执行的话 你会看不到 因为他正在这个工作表里面 OK 所以特别注意 跨工作表的程式撰写 所以以后 如果你的资料 假如 没有在同一个工作表的话 那你可能需要 做这些事情 那你会想说 那什么时候需要加 别的工作 这个工作表名称 主要就是说 你要抓的那个资料的范围 储存格 或者是Sales Range或Sales 只要不跟 他 我们现在的 现在这个工作表 不在同一个工作表的状态下 那你就有必要 指向到另外工作表 OK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跨工作表的这个设计需求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请各位试试看 先把那个第一阶段先完成 就是输出公式部分 等到 等到 中文字幕——YK